哈喽大家好,我是气质小编娜娜 元素泰坦最受欢迎最得热爱的女神,幽冥公主 终于要在这集跟大家见面啦 日前团队不管在问卷调查、社群活动等 询问玩家最喜欢的女英雄时 大部分的玩家都把票投给了这位幽冥国度的公主,伊芙 幽冥公主是一位全能型伤害英雄 她拥有强大的法术天赋 暗属性让她可以兼容任何的队伍 不管是单体、群体,都有显著的优势 有沉默同时还具备输出 对于玩家来说,几乎是每一位新手老手都推荐一定要入手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美丽女神的技能吧 辅助技沉默魔法,可以范围沉默 虽然对头目的效果有限 但在竞技场可是很强势的技能哦 必杀技、女神之类 光听到技能明显就觉得 哇,女神的眼泪,居然还是她的必杀技耶 在恨顿剑神登场之前 这可是对单一敌人造成走伤最多的必杀技哦 女神之类同样有面对多数敌人伤害会被分散的问题 但高等级的女神之类有50%的几率会触发额外伤害 额外伤害除了可以回血之外 运气好,触发次数够多 总伤害甚至可以超越混沌剑神哦 被动能力巫术精通 让佑明公主每一场战斗都能够免疫一次的死亡 哇,有沉默有输出,现在还有免疫耶 只要在触发效果的无敌期间内立刻把血回满 等于你每一场战斗都有两条的生命 同样也是在竞技场中非常具有威胁性的存在哦 如此厉害的角色,如果要说弱点的话 应该说即使佑明公主拥有两个回血技 一个抗死被动,但她终究还是一个法师 站在最前排很容易被急火秒杀 所以大家在战斗中即使有无敌的佑明公主在场 也要好好地小心守护她,让她可以安全发挥技能输出哦 技能就介绍到这边啦 小编在最后还是希望特别称赞一下我们佑明公主的外观设计 从她的礼服,到她手上拿的花 都让佑明公主晒发一股女神的仙气 可是她的技能却又一个比一个冲击 拥有俐落的法术,吸睛的造型 不愧是元素太难的人气女角色 大家喜欢佑明公主吗? 还是有其他想要听的女英雄介绍呢? 可以在留言区跟小编做分享哦 记得按赞订阅点下可爱的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啦